第16題 乘上題 若圖二燒背內改裝液體甲 然後將圓柱完全沒入液體甲中 彈簧秤讀數為300公克重 則液體甲的密度為多少 這題要求一個所謂的液體的密度 我們知道浮力一定是所謂排開的液重 也就是排開液體的體積乘液體的密度 這裡有所謂的液體的密度 那麼這裡排開液體的體積 因為完全沒入水中 就是圓柱的體積 我們已經知道是40 那麼現在就差一個要知道浮力 那麼還有別的方法可以求浮力嗎 有的 我們已經知道了 浮力一定是所謂的減輕的重量 也就是空運中的重 減掉液體重的重 我們從前面知道空運中重400 液體重現在重300 所以我們的浮力就是100 所以這邊就是100 所以第一就是等於40分之100 也就是2.5 所以第16題問我們說 液體甲的密度為多少 我們答案選B 每立方公分2.5公克 了